中共中紀委將首次在人大及宣傳部等 7個中央黨政部門機構設立紀檢小組 引發媒體的廣泛關注 外界認為 中共這一舉動 表明中共現任黨魁習近平和前任黨魁江澤民的 惡鬥達到了新的高度 習近平的個人權威也相當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下一步可能開始清理江派的現任常委 日前 中共發布關於加強中央紀委派駐機構建設的意見 決定讓中紀委在中央辦公厅 組織部 宣傳部 統戰部 人大機關 國務院辦公厅 政協機關 7個中央和國家機構 新設派駐機構 官方報導稱 中紀委的紀檢組将全面進駐中央一級機構 並且強調 這是中共历史上的首次舉動 據了解 這一做法早在去年18屆三中全會時已經提出 這份著力為派駐機構樹立權威的意見 規定派駐的紀檢組與鎖駐部門是監督與被監督的關係 還強調 派駐機構負責人可以參加鎖駐部門領導會議 查閱或複製鎖駐部門的有關文件 資料 財務帳目等材料 而派駐機構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鎖駐部門無正當理由 應當採納 另外 派駐機構負責人還可約談鎖駐部門管理的幹部 經過激烈廝殺 外界認為 目前江澤民集團遭受了嚴重打擊 其核心人物周永康 徐才厚 薄熙來或被抓捕或被判刑 而江系第二號人物 前中共國家副主席曾慶紅 據稱也被部分限制自由 另外 中共十八大後不斷傳出有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 操縱掌管的中央宣傳系統 暗中對抗新掌權的北京當局的消息 據香港正名雜誌報導 早在去年三中全會前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已經提出 對中共央視 新華社及人民日報社展開專項調查的動議 但主管宣傳 新聞 理論的中共常委劉雲山 一直極力反對調查三大喉舌 不過 今年10月中旬 中共正式通過了這一決議 正名報導說 當時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會上 罗列了這三大喉舌媒體長期羈押和存在的十大問題 王岐山指稱 中央是有責任的 分工負責宣傳新聞的 要負政治責任 該雜誌還評論 這次調查 如果真刀真槍觸及到劉雲山掌控下的文宣系統的諸多問題 劉雲山勢必無法脫身 周永康被查 已經開了刑上過期常委的先例 劉雲山或許將開創 刑上現任常委的先例 今年8月底 大陸81歲高齡的作家 原戰地老記者鐵劉在網上發表文章 斥責劉雲山是中國新聞出版貪腐集團總後台 而且貪污腐化 涉及全色交易等 鐵劉還說 劉雲山在江澤民死保之下當上常委後 經常聽名於江澤民 做出對國家民族不利的事 鐵劉的文章還披露 劉雲山升任常委之後 劉雲山的長子劉樂菲便出任中信證券副董事長 次子劉樂廷則從事藥品 保健品 地產生意 是內蒙多家製藥企業幕後老闆 兄弟倆操控內蒙古著名地產商 雅士春華職業公司 旗下地產項目遍及內蒙多地 包括呼和浩特最大地產項目東岸國際 包頭東河區九層改造工程